在乡南县任职期间 建了一栋房子 用于存放赃款赃物 案人员搜查时 发现顶层阁楼的一处墙体 有着明显的修复痕迹 新本刷的水泥 与原来的墙体急不协调 案人员敲开墙体一看 发现里面堆放着 城乡城乡的现金 这些现金 银行工作人员用无台电抄机 连续清点了五个小时 最后经核实 共计人民币1200余万元 傅国平家里高档烟酒堆积如山 光茅台酒就有230多箱 足足装了一货车 九亿都留在家里 这次全部都交给组织 上梁不正 下梁外 湘潭县多名班子成员 游风疾附 从破际走向破坊 县政协原主席刘铁强 县委员副书记周贤 县委员常委 县委办员主任唐征耀 先后被查出 成了一种 不良的风气 向在当地 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傅国平在《颤回书》中写道 今天的结局 是我第一次犯错时就注定了 当我第一次插手工程项目时 那违法的事实就不可更改 当我第一次收受贿赂时 那犯罪的证据就不会消灭 警察 傅国平违反多项党的纪律 除大肆收受红包里经文 还涉嫌受贿七百余万元 2023年1月 傅国平被开除党结合公职 其涉嫌犯罪问题 被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 没有经为组织 没有经为法器 也没有经为权力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有多长时间的那个灾芡 有多长时间的